大家好 我是红鹤 欢迎大家关注红鹤短视频 我们之前分享了一个事情 叫做以前的传统经营都是人在找货 比如说我们逛街也是在寻找我们喜欢的产品 现在是货找人 就不用我们传统那种打广告报纸电视 推广到目标人群 而是通过海量的智能化的推荐 要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就对接到了 我们喜欢的想要的产品和相关信息了 有人就说了 说好喝啊 说这个不新鲜 说你比如我现在关注了你 那么在未来的一周之内 我不仅会得到你的所有信息 还能够被平台推荐其他跟你相关的那些信息 其实京东天猫早在2015年就提出来了 2016年就已经在酝酿来干了 所以2018年的9月份出现了货找人这件事情不新鲜 那要这么说的话 百度是最早的 百度提出了一个叫做视频化的智能和推荐 早于了今日头条 百度的原理很简单 以前你在我这投关键词 比如说减肥哪家好 现在就不是关键词的文字了 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视频 说我红贺可能就是一个减肥的达人 只要我红贺出现了 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以我为中心 来推荐相关的产品 比如说我今天戴个眼镜 只要你能够投放的标的是我红贺 一个眼镜 那么所有的眼镜的信息全部给推荐给别人 这是百度所形成的一个叫做以智能化推荐 加视频的这一个模式 其实不管这样的模式是15年存在 还是18年刚刚开始执行 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些店面主 应该认识到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有很多很多的布局 和什么的和发展的过程 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闹的这么敏感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一看 拼多多拼多多是什么是人找货 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产品创业 针对于我们大众创业这些产品 人找货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消费降级和便宜 所以我们现在找一个服装 为啥找他便宜还是品牌吗 难怪有很多很多人说 说现在性价比和便宜之间差了好几个鸿高 以前我们讲到了说我这个产品虽然贵一点 但是性价比高啊我的品质好啊服务好啊 可是现在大众消费领域当中 我不要性价比了 我只要便宜 最好呢是在便宜的基础上能够有一点点好 所以这就是拼多多的一个降维吸引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一个思想 那么拼多多占有了四五线的这些消费人群体 用便宜和拼团 所以京东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今年必须要拿出来一个能够对抗这个便宜的这个 这一个模式的叫做什么 叫做智能化推荐用货来找人 其实让我们在大量的海购的过程当中 海量的购物过程当中 比如说京东和天猫 每年都有双十一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吸粉的和线上大量的这些顾客 这些顾客都是什么的 都存在巨大的浪费 用发言官的一句话说他们相当于走到迷宫当中 说我今天今年买了你个美妆产品 但是以后都是我在找 可能你这个上面有好多好多常委的产品 几十万个产品甚至更多 但是我无法在第一有效时间内 最及时的时间内找到你所提供的那个对我还有用 还便宜的 所以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拼多多的基础上更高一级 我产品也好 我价格努力来降到什么 便宜的价格 同时我还一下子给你了 硬核了你的什么 你的这种选择 当然也有一个顾虑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的消费被主导了 被谁主导了 被智能化所主导了 说我们都不用想闭上眼睛一睁开 好多东西就围过来了 然后我们的人民币 我们的钱包就越来越古 全部被别人什么忽悠走了 这这个顾虑不会存在 也没必要顾虑这些事情 你有钱就多花点 你没钱就少花点嘛 但是如果你要是过度的透支自己的未来消费 当然会存在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说你这个货找人 这个理论 这个发展是未来 但是违背了一个什么 消费购物的一个行为学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闺蜜就想体验什么购物的过程 你这种勿找人 已经让我们丧失了这种购物的过程 所以有一些传统的这些基因者 还是在那喊 这个不行 来我们这来都是体验购物的过程 错了 现在你看一看购物的体验过程 一定是在线下吗 在线上也有很良好的购物的体验过程 而且每次购物的体验过程 都能给他什么呢 做一个良好的记录 我买了三次送我什么 我累计消费了多少次送我什么 而且海量的技术 你实体店就缺少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货不全 货不全不卖钱 你做牛仔裤 你能把全球的牛仔裤 全都放你家的裤房上吗 货全了压货呀 所以我们为什么缺少客流量 第一货不能够找人 人来了之后说你这个不适合我 第二货全了压货 第三个什么呢 没有一个互联网的转型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要倒逼我们实体店经营者 一定要进行一个转型的一个问题 当所有的线下都能够什么打开网络 就能够有那些想要的东西都找得到了 那为什么要到你的实体店呢 所以实体店如果你要不转型 那肯定是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实体店如何转型呢 我们再聊聊第二个部分 实体店转型之一 第一要解决什么呢 海量的问题 要想实现货找人 一定是建立在海量的产品基数 海量的产品基数 必须要有强大的供应链 你比如说 京东和天猫 为什么能够实现货找人呢 因为他那个关键词 他那个信息 有海量的什么呢 产品 所作为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支撑 如果他就三个产品 你怎么找啊 是不是啊 因为面对什么极异的人群啊 所以实体店如果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如何能够对上新零售 这是实体店必须要思考的 如果一个实体店没有新零售平台 什么是新零售平台呢 就是集全球采购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线上平台 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相似于京东 相似于阿里巴巴 你这实体店如果线上还有个那个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王道了 现在我们京东开实体店 是不是线下一个京东体验店 线上一个京东商城啊 村涛也是这样的吗 线下一个村涛 线上一个阿里巴巴吗 那你这个店线上你的一个品牌店 线上是对应一个哪个 谁家的一个新零售供应链平台呢 这就是你思考的啊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京东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有了海量了 但是还缺少一个条件 叫做什么呢 叫做暴屁 说你这个店啊 你这个实体店 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品类 但是你没有报品 能能有流量 没有流量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说你看我带上这个沉箱手串吧 沉箱手段是一个沉箱产业的一个平台 搭建的一个社交化的 这样的一个APP和小程序的一个集合体 在上一周啊 大家都知道沉箱手串很贵嘛 他有入门级和沉水级和青南级哈 入门级可能都上万啊 最高的可能几十万上百万都有 结果他干了一件事情 他把这些海量的产品大概是3000多款 不同不样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沉箱产品 放到了这个小程序 放到这个APP平台上 这有解决了海量的问题吗 又解决第二个问题 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报款的问题 报款能吸引流量吗 他上了三款秒杀的产品 比如说9块9的沉箱的片箱 还有呢是248的什么呢 呃就我带着这个沉箱 那个108个的这个手串 结果什么一瞬间啊 秒杀就是秒秒够啊 相当于众筹一样嘛 300多万 这个成交量 然后呢这个串的成交量是600多万 大家算一算啊 就是这300多万和600多万 这个成交量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一个人群 吸引了多少的人群量 和多少的这个粉丝和会员 因为你只有加入他的会员就注册嘛 绑定你的这个手机号微信号嘛 结果他这个平台上一下就带动了什么周边的消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 你必须得有什么海量的供应链 海量的品类 你的实体店要用新流售解决 你必须得有一个报款做一个引流 这个报款可能你不挣钱 比如说我说的沉香肯定是微赔了嘛 赔损在5%到8%之间能够可控 结果带动了这个海量的发展 这也是我们所述的常委理论 常委理论在08年的时候 为什么不可能改变我们实体店的困局呢 我08年的时候研究常委理论 整整研究了一年 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不行 现在可以了 现在你几个常委理论 海量的供应链 加上你这个报品思维 所以常委理论和报品思维 能够有效的集合在一起 通过一个供应链平台 这就是我们实体店转型互联网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 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货找人的问题 改变了传统的人找货 好了 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短视频当中的三个核心词 第一个核心词 实体店一定要改变以前的什么呢 货不全 人找货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也解决了说为什么没有体验感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顾虑的 说人没有购物的体验了 时代变了 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玩什么 现在的孩子玩什么 玩吃鸡游戏 时代变了 所以说时代的这种特质行为 都会改变 第二个什么 是要想实现货找人 就一定有一个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有了海量的供应链 解决的方式通过什么 通过新零售s2b的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爆款 你没有爆款就没有流量 有了爆款 有了海量 这三点都解决了 还有一点保留自己的什么 利润型的产品 说我实体店 你说我靠我这爆款 我能赚钱吗 当然不能赚钱 可能会赔钱 当然会引流 我靠我的海量的新零售 因为新零售 比如说跨境电商的这个平台 新零售的产品都非常透明 你买美妆类的产品 大家都买 都知道这个价格 你也不能赚钱 因为太透明了 所以爆款和海量的供应链 都不可能让你有一个核心利润 那么你这个电实体店的核心利润在哪呢 我的推断 实体店的核心利润 要么是一个不透明的一个产品 你比如说中医 它就是一个不透明的产品 按摩 中医按摩 中医理疗 它是一个不透明的产品 要么是什么呢 要么是针对于某一个特殊的手法和特殊的服务 而且这种服务还会升级 不断的升级 这是你的利润型产品 这三点非常重要 我再强化一下 一个强大的一个供应链 加上一个爆品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一个自己能够主导的一个利润型产品 而这些利润型产品还能够升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或找人 实体店倒逼到互联网的一个过程 你实体店如果按照洪克尔今天 所说的这三个维度 四个这个这个条件 基础都咋好了 那么在街上 我们所说的社交化 场景化 营销 社交化商业 加上社群商业和什么呢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交化商业解合 那么我认为你这个店面 最起码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利润会翻几番 甚至更多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 营销 实战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针对于这段短视频 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 希望对所有的实体店的经营者 能够有利益 实体店经营真的不容易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赚钱 能够发展好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